基本上我们函数不可能每个每个都讲 因为它里面有257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至少要知道 就是说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的重要的使用的规则 也就是你把那个诀窍 比如说它要什么 你要看懂前面它要的讯息 然后你最后呢 它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放在哪里 那你只要把这个 也许一个函数两个函数 串在一起 基本上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呢 那问题很多Excel里面提供的函数 它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或者说可以解决 但是效率很差 那我们就可以用VBA 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蛮多VBA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呢 你可以用按钮 一键完成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自定函数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相对其他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的缺点就是说 它录下来的东西 相对的可能比较固定 没有弹性 那所以你将来还是 或者是程式非常的冗长 那当然比较好的方案就是 你也许如果会写的话 就自己写VBA 如果不会写 那你可以用 录制一部分 再用VBA去做编修 也就是说 当然最后呢 还是要懂得 怎么去撰写VBA 这一个部分 然后也就两二合为一就对了 最好当然如果可以啊 你就全部都自己写 就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部分不会写 你可以用录制的 OK 所以录制聚集的 当然也是VBA的一个算是过渡吧 那蛮重要的 那这来的话 其他底下有这一些 对啦 按部就帮我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几个 一个是包含什么呢 这个007产线人员 有万用资源部分 另外前后三名 OK前后三名 我们有讲个累加技巧 累加技巧 其实就是多一个变数嘛 比如说SUM等于零 在第一行嘛 然后如果他每一次累加 就是SUM等于SUM 自己加 加上什么 加上某一个你要累加的一个 储存格的位置 那他就帮我把它累加 放在那个SUM 最后再把它输出到某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再来就是前后三名的工资计算 可以用一个LARGE加SUM OK 那LARGE跟SUM 这两个函数 其实蛮好用的 也就是某个范围里面 你要找到LARGE 从大到 你要第几大 比如说第三的 那就是LARGE 后面K等于3 SUM的话呢 就倒数第三 OK 利用这两个函数 当然他还有其他方法 就是说 我们目前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H就用LARGE跟SUM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利用COUN IF COUNT 相关函数 包含就COUNT 跟COUN IF 可以计算什么呢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定义名称 这个定义名称 我觉得也相当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不熟 因为如果你不懂定义名称的话 有的时候 你要把ESAO来当资料库来使用 其实就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定义名称有点像 那个 资料库里面的叫 关联式资料库 也就是你可以啊 按下F3 你定义好之后 按F3 他其实就可以帮你把那个范围给抓过来 尤其是跨工作表 不一样工作表 我觉得更是需要 另外的话呢 统计分析 把最后结果分析出来 最后大概我把上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清除掉 OK 然后按加乐透彩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把所有的公式通通丢进来 那有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个用名称的话 其实在配合VBA的话 会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 甚至如果说你将来 把这个A2 你也可以把它定义成号码 你将来用号码来带也可以 也就是说你公式里面 可以哦 一个字都不用改 但是前提就是你全部都要定义成名称 OK 然后清除的话就把这个范围清掉 或者你用range的方式可以把它清除 把它输出清除 那另外的话格式化就是说 我要把里面是前七名的这个号码 把它格式化 比如说号码这边格式 当然这个格式化 其实就是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四三 或最下面列 然后判断呢 E栏里面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小于等于7 如果是的话呢 把它的A栏底下改一个底色 Intel Color等于什么 这个可能RGB里面的红色加绿色 然后再来最后其实是最难的 不过其实如果你这个会做的话 前七名列出来 这个其实等于是把格式化的程式做修改 直接就把它变成什么 列出12号21号27号28号 直接帮我列在这边来 按下它 直接列在这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的话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其实你主要是透过格式化的这个程式 其实逻辑一样 回圈放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四三 你要做什么呢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数字是不是小于一样 然后呢 但是最后执行动作 我们刚刚是把这个底色改 那这边的话是什么 把这个的资料复制到这边来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把A栏的资料复制到这边来 那我前面写过 就是等下 就是把这个放后面 Sales I列的A栏 放在后面 等号 等于什么呢 你就是把这个储存格放在前面 叫Sales的 哪一列呢 第二列 第三列 一直到第八列 那这个当然我用个K 所以K预设值等于2 那每一次就等于 再把它K 再加1 K等于K加1 把它写到程式里面 就可以做出这个效果 最后当然如果 比较完整就是再做个清除 可以列出来 另外我有再把它改写 改写成什么 相对来 如果我要按照什么 按照排名1号放第一个 排名1的放第一个 第二个是放第二号 第二名 给意识类推 那我前面讲了多一个追 有没有 追第一次产生第一名的 找第一名的 第二个找第二名 就可以了 等于是多一个回圈 那这个在云端上都有答案 所以回去的话 当然如果你对这部分还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再把影片稍微再复习一下 就上个礼拜讲的 另外的话 云端白板里面 其实这个乐透彩这边也有了 真是嘛 那其实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程式都在这上面 都有完整的叙述 OK 刚刚其实我秀的这个画面 然后底下的程式就在这里 就是 对 按照 这个是排名 前七名 那如果说你要清除的话 可以用range清除了 那如果说按照什么 按照排名去做排序的话 那你多一个追 在这里 本来是小于等于七 把它改成等于J 那这边多一个edit for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按照排名 帮我排序出来 那当然这个部分 是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另外的话呢 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101年102年 其实如果说你希望更大量的 你可以到网路上去把历年来的 比如说我这边有举个例 所以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叫大乐透的这个 这边有一个大乐透的 大乐透的在这里 历史资料下载 我上次有提过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历年来的历史资料 全部下载到eSale 然后统计出历年来大乐透 哪一个号码 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如果想知道这个讯息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可以把这个大乐透开起来 其实里面 我这边有个连接 就刚好是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不过它的资料量非常的多 总共的话你会把它点进来 它这边这个是最新的 2019年的11月25号 中奖的号码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号码一定是1到49号 不是42号 等于7号到49号 那它会按照顺序 最新的最上面 那最旧的在哪里呢 最新的在第一页 最旧的在57页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规则性 什么规则 如果你点1的话 你会发现上面会有个连接 就是它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网址 后面有个程式 这个程式就是它是用ASP写的 问号就是执行一个参数 就是当我执行这个程式的时候 带给它一个参数 叫index.page等于1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如果2的话呢 假如说你点2 你会发现 其实 你点这边 跟把这边改成2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index.2 你会发现 它其实就把这个index.page变成2 就是秀出第二页 因此的一推 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三页 就当然是吧 直接输入3 按Enter 其实会跳出第三页 那如果我要57页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网址给变更 1到50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 可以把这个1到57页 逐一逐一的把它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逐一逐一的下载到 我们的 假设我这边开一个 这个叫大乐透 我希望多一个按钮 按下自动帮我把所有的 1到57页全部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了解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所谓的网路爬虫 词接一下 这一点 你whi 你 你 我 谢谢大家